大家好,欢迎来到苹果熊的厨房,我是贝尔。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无水蛋糕的做法。 我们先在碗中打入五个鸡蛋。 鸡蛋最好是常温的,这样更容易打发。 如果室温较低,也可以在底部做一盆温水打发。 加入60克糖。 特别爱吃甜的,也可以加入100克糖。 用打蛋器高速打发。 现在我们能看到蛋液的纹路越来越清晰了。 我们做的这款无水蛋糕,也是通常所说的老式蛋糕或槽子蛋糕。 我们需要将蛋液打至提起打蛋器画八字不消失的状态。 然后筛入低筋面粉。 也可以用中筋面粉。 个人觉得,低筋面粉做出的蛋糕更加蓬松渲软。 而中筋面粉所做的蛋糕,口感更加接近我们儿时吃过的槽子蛋糕。 接着采用翻拌和切拌的方法,将面糊混合至无干粉状态。 混合均匀以后,倒入30克植物油。 继续翻拌切拌混合均匀。 然后将面糊倒入表花袋里。 挤入纸背模具里面。 也可以不用纸背模具,直接刷上油防粘。 上面撒上芝麻。 端起模具,轻轻震几下,震出内部的大气泡。 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烘烤大约20分钟左右。 20分钟以后,我们的无水蛋糕就烤好了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,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。 我是贝尔,我们下期再见。